先請這個被控制的事情說好 好 希德哥 其實他控制的真的是有一點over 比如說白天我們上班 那上班就是我們的時間 那有時候比如說去韓公司開個會 或跟比如說客戶喝個咖啡 只要不在辦公室的時候 我上班的時間他打來 我不在辦公室的時候 不認識我去開會或者跟客戶喝咖啡 他大概每隔10分鐘就會打來 哇塞 因為他比如說打來說在哪裡 我說在韓公司開會跟人家聊天 過了10分鐘又打來你在哪裡 我說還在這裡 他說為什麼聊那麼久 莫名其妙吧 大概一定要他這個次數一定要到 我回到辦公室以後 他才不會再打 你為什麼不跟他講說 我會在這邊大概一個小時 大概一兩個小時 我有講啊 我就是剛來啊 因為那時候像 白天是我上班時間 我去哪裡或做什麼事情 還要跟你抱貝 那是太over了吧 誰知道白天上班溜出去會幹嘛呢 因為40分鐘都可以做很多事 40分鐘他都已經懷疑了 對不對 所以你每10分鐘是防堵他 就是已經有些動作 不是應該是說 我以後打給他 他說他在開會 我掛掉以後 你打給他要幹嘛 對啊要幹嘛 白天就要上班嗎 我就沒事了 他看他在幹嘛 他想要跟你愛的咬咪聊聊天 不是 那你說他在做事情 對啊在做事啊 那我要確定我不在旁邊看 我怎麼知道他有沒有說話 那你沒事他要上班啊 對啊你沒事我有事啊 所以我要確認嘛 確認的時候我可能就掛掉以後 我就把電話鎖起來 再打一通看看 不講話啊 剛剛是不是真的在開會這樣 什麼 你是打獨身電 當然 那你有用私人號碼 那我把他鎖起來 好生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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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下來不講話沒關係 因為要開會嘛 他就接著要開著 聽周圍聲音聲明他在開會 而且我把我的號碼鎖起來 他就不知道誰打的嘛 他用私人號碼 這樣就不會知道是我 打完之後再鎖一個號碼 所以你覺得這是不是神經 尤其我們比如說 白天上班的時候 面對的是很多事情 那我們的情緒是在於 工作的情緒 對這個頻道是不一樣 對啊 頻道不一樣啊 所以他這樣多久了 大概維持兩三年有 對 前面的兩三年 現在比較不會 現在我很忙 你以為你給他氣皮皮過 沒有啦 他沒有這樣 就是之後我就會把他 我自己手機我就把他按靜音 我就不再看了 不再聽 那就完了 然後他就是一直亮 就不管他 反正事後回到辦公室 我一定可以找到他 要念再來念 或者有時候他就會打到公司 再去recheck 我是不是真的還在那邊 那是以前啦 那是以前 那是以前 那再來咧 你幹嘛要燙我 之前我們都沒有裝室內電話 那之後咧 有時候晚上10點多11點打來 你在哪裡 用行動電話打來 我在家裡 那你用行動電話 我哪知道你是在哪一個家 之後咧 我有沒有說錯 沒說錯嗎 沒有 但是這樣很神經 可是我沒有說錯吧 那之後咧 這位小姐就又很厲害了 他就回到台中咧 就去中華 那個電信公司 就辦了一個室內電話 就放在我的床頭旁邊 好 那放在床頭旁邊咧 他就固定大概12點就會打來 打完行動電話之後 大概隔一分鐘 家裡電話又會響了 那就是這位 這位小姐打了 他就recheck你 是不是真的在家裡 那如果我們有時候 在家裡他室內電話 比如說晚個了 這一通媒街道可能去洗手間 或去洗澡 他是一直一直 一直撥 我沒有一直撥 是讓他一直涼 對 一直涼 涼完斷掉又涼 涼完斷掉又涼 好 等到我 比如說沖澡沖來把 你的毛巾弄起來 拿個電話 你在做什麼壞事 為什麼不接電話 我說我不能洗澡 或我不能上廁所嗎 就是這樣 你這樣子去酒店還得了 去酒店 所以我這兩年都不去 我已經改邪歸正了 因為去沒有意義 第一個去旁邊的 其實我們去現在 已經都很安全 因為我們去哪裡 你是甄莉的老公 你兒子好可愛 那你去還坐得下去嗎 對不對 坐什麼 我說小姐坐在旁邊 為什麼坐不下去 要坐怎樣 不是旁邊坐 酒店 不是飯店 美人姐不要這樣 你去酒店 是為了要那個工作 為什麼應酬 應酬 通常有時候這種先例的 都會讓人家擔心 對不對 去了酒店又更over 比如說以前吃完飯要去酒店 去第二行 我們說我要去酒店 沒有 說要去pop 他根本就不是講去酒店 他都跟你講說 我去pop 那是一個善意的謊言 然後你打給他 就聽到旁邊很多女生 因為以前他太愛吵了 沒辦法 然後你要說 為什麼旁邊那麼多女生 同行不能有女生 那本來就是這樣 他們那幾個是同行沒錯 沒有 那去了之後 如果去了之後 比如說他大概十 大概九點開始 九點多 比如說我們刷另外一攤 他打來的第一通 已經知道你刷了攤了 他說 那你離開去哪裡 為什麼不講 我說為什麼 就剛來 剛來 好 大概每隔二十分鐘 就會打一次電話 為什麼還不回家 還沒談完 為什麼你現在還在這裡 看一下時間 到了十二點 大概十二點了 已經十二點了 你自愛一點 你這個 這個 這個酒店你怎麼去的 對不對 坐得下去咧 好 那時候 比如剛才 有一次我就真的快瘋掉 我就把電話關機咧 這位小姐就很厲害 我大概一點 多 到家 怎麼樓下有一輛車 是跟他的很像 好 我們上樓咧 門一打開 燈怎麼是開的 這位小姐已經 時數這樣一百多 這樣呸下來到家裡等我 你看這個跟潘老師一樣 對不對 這是神經池咧 這個比我們潘若迪先生 沒有 我沒有潘老師那麼神經 沒有 我沒有他那麼神經 他如果在墾丁 你是不是也不會下來 不是講 不是講 我跟你不一樣 你如果去的是廟會 或是去這個 對 去教會他就不會管你 我就不會管你 你去的是酒店 我們從來沒有去過酒店的 真的 而且你知道嗎 前提之下 是嗎 換我 換我 換我解釋 前提之下是因為他先騙我 騙過你 說他去PUB 然後他後來不接電話 我打他朋友的電話 那我第一句就問說在哪裡 他朋友就很老實地告訴我 我們在XX酒店 你知道那個火就離開開去 你為什麼騙人 去就去 為什麼要騙人 那從那一次以後 我們去就不騙了 那還是一樣吵 可是我沒生氣 可是我沒生氣 誰說的 沒有 那個比如20分鐘打一次電話 變縮短10分鐘打一次電話 沒有 連一節都還沒有忙 反正我身邊的朋友就是 男到女昌 只要是男生 就是酒肉朋友 只要是女生 一定跟你有肉體關係 對不對 或者你們一定有暧昧關係 沒 就像剛才在車要來的時候 在車上 你為什麼不講話 我看你最近怪怪的 你是不是又怎麼樣怎麼樣了 不講話也不行 不講話也不行嗎 不講話也不行嗎 我累不行嗎 他好愛你啊 他真的是有憋住耶 憋到忍不住 他剛剛很壞耶 到現在到現場來修禮我 你是靠什麼力量 待在這個婚姻 我靠就是大概 每個禮拜去廟裡啊 去教會啊 去教會啊 對不對 這樣 去清理我的身心 你心機好重喔 對 那在車上的事情還講出來 對 陳婷 你要不要拿著包包先走啊 真的 我知道我們怎麼救 我們幫我們 在車上我想講的話 那還有 比如說剛才的電話 比如說現在換新手機 那以前的手機 是不是按號碼解鎖 那我們新的I 對 用指紋 你為什麼用指紋 你是不是怕人家知道 我說 我為什麼不能用指紋 我少了這樣子話來話去或幹嘛 你一定是裡面有鬼 本來就是啊 沒有鬼幹嘛用指紋 他手機平常是要給你檢查的 我也用指紋 因為他有這個功能 很方便啊 有新的功能我不能用 你知道小朋友都會拿我們的電話來玩 你用指紋 那小朋友就不能玩啊 手機本來就小朋友 本來就不適合玩手機啊 小朋友要玩 小朋友自己有自己的手機 你可以想一個我們能救的嗎 沒有這樣搞 我們這邊也是很尷尬的 不是 然後對 然後其實 沒有啦 因為其實 我現在沒有那麼的 那麼的誇張的好不好 所以甄莉姐 你平常他的手機是必須交給你 讓你看他裡面的東西的嗎 沒有啦 其實不需要 因為我直接有列印那個電話器 交好了啦 其實 手機的指紋 可以兩根手指頭 可以用兩根 就是說 他可以寄兩隻手指頭 所以你就再多寄一個你的指紋 就可以打開了嗎 對嘛 那他這樣告訴我不就好了嗎 可是為什麼他的手機 一定要讓你用 對啊 我的手機 為什麼一定要讓你看 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沒有鬼 就不用怕人家看 因為我的手機也怕 那你看啊 我沒有鬼 跟我不敢給你看 這是 我跟我不給你看 這是兩個邏輯耶 是嗎 我覺得不給我 這是我的東西 我為什麼一定要 不給人家看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覺得一定有什麼東西 你不想讓他知道 所以你才會不要給他看 而且你知道有一句話說 夫妻是一同的嗎 我為什麼 抗議 為什麼你們說 我的給你看 然後就表示我的也要給你看 對啊 然後就畫等號 你看看 你的是我的 你的是我的 我的也是你的 什麼鬼 你剛剛講那個邏輯還是不對 如果你沒有鬼 你就應該給我看 這根本就是兩件事情 那為什麼在 那我也可以檢查你的包包啊 可以啊 那 我為什麼 我可以檢查你的包包 這是你的權利啊 對啊 這是你的隱私權啊 人權 結了婚也一點 人權都沒有 是不是 那就像警察隨時在路上可以來 我們通通東西拿出來看 我為什麼要去看 你沒有鬼 你就拿出來看啊 不對 這邏輯怎麼會是這樣的 這是對外面的 我就說夫妻兩個人而已 我們都可以坦誠相見 還有什麼事情 可是你要經過雙方同意吧 沒有錯 對 說我不開放 就是 表示我有鬼 有鬼 這裡面的本質問題是尊重啊 這個沒有尊重在裡面啊 欸 你 我們講到你們都要站起來 什麼叫尊重 就是對方不舒服的事情 沒錯 你必須要重 比如說 今天我們裡面的 比如說 不是 你喜歡人就不應該 我不管 你有遇過什麼 什麼不好的經驗嗎 你是不是有 對 才被氣到 安全感 以前有啦 他沒有啦 他沒有啦 不是你搞得這樣 所以啊 你為什麼要打電話去飯店 他就不會做 我們確認啊 誰知道 我又沒有講我是誰 那你跟他跑去那個法廊 有什麼差啊 不一樣啊 我沒有跑去啊 到底什麼事情飯店 譬如說他出國出差對不對 那我就會問飯店電話嘛 對 這應該 對 然後他出去之後 我挑他出去的時候 我才打到飯店 那幹誰去 沒有 跟我打去飯店的時候 我是跟人家講說 你好 請問林先生在嗎 他說林先生不在 他出去了 我說我是他朋友 那林太在嗎 這很神奇耶 你就是他帶他 我們現在帶他在嗎 他帶他在嗎 你有說好嗎 通常最早的時候 我跟你講 通常如果對方 是有帶女生 他會跟你說林太太 跟他一起出去了 不然就會跟你說 等一下我請林太太接 對不對 那如果說沒有 他就跟你說 沒有看到帶林太太 那我這樣是不是可以安心了 就可以掛掉了 站起來 他們神奇病啊 本來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你做是對的 知己知彼百戰百戰而已 本來就是啊 這些控制狂人的無縫隙跟尖 到底還有多恐怖呢 感恩